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我们出来的话呢 就是主要是猛禽我们是必拍的 因为猛禽很少见嘛 它飞得很低 挺飞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金鸟 因为它翅膀非常大 而且金鸟在旁边和这个峡谷里是有分布的 金鸟好像比较什么东西 拍下来一看 居然是一头小野猪 几秒钟的事其实就是 然后刚抓到那只野猪的时候呢 它因为野猪很重嘛 它飞不动 赶紧飞到一个山崖上休息一下 然后它带着猪再继续飞回潮里 它潮里应该是有小鹰在等它拿东西回去 应该是 就是非常惊喜啊 非常幸运 但我们都不知道野猪也是 这个金鸟的食谱 说以前全世界只有一粒在非洲 拍得过一只金鸟抓一头油猪 大家不知道金鸟还能抓野猪 这个是这个时候大家比较惊喜的一件事 也算为唐家河跑去做了个小贡献吧 所以他们片尔在考虑 怎么能够通过引入 比如说猛兽控制这个 吃草动物 但是现在呢 他发现金鸟有这个能力 就咱们也很高兴 请不吝点赞